博恩啊 上了我一個節目 七年前 他剛從國外回來 然後哇 我們這個talk show 我一定可以在台灣 把它做得有多厲害 怎麼樣這些 後來就來上了我那個 大熱門 你們都知道是吧 對 很有名 上很多新聞 七年後 博恩果然就走紅了 紅了以後 他就 七年前 我上了一個節目 但我想問一下 憲哥剛才那段是有在模仿的嗎 對 不太講 啊 然後 上了我的節目 然後七年就陰霾 這兩天 然後看了是 博恩出事了 後來就把他交給你嘛 接棒啦 接棒 然後沒想到 你也出事了 然後 我看 剛剛那個Abby 在後面的時候 我看見他長得越來越像一個 民歌手 詩笑容 他 該笑的時候還是要笑 吃笑容 吃笑容 我剛剛很像在想他是長什麼樣 你幹嘛 你現在為什麼不敢笑啊 很笑啊 敢笑到終笑啊 有憲哥在 你有什麼好害怕的 其實憲哥 其實我七年前也上過《綜藝大任門》 真的嗎 所以我在想說 博恩出事我也出事 會不會就是因為 我們都去了你的節目 那個是很多的 所以你們心裡面不要太難過 這是一個舞台 我們上了這個舞台 我們就跟拳擊手一樣 我們一定要互轟嘛 對不對 要不然觀眾要看什麼 我們都是為了家計 我們要賺錢養家 然後在舞台上這樣拼搏 LB 你可以幫我見證一下 台灣出現那個事件以後 就是我 哪一個事件 對 哪一個事件 MeToo 等一下 我們要講這個嗎 你是說真的嗎 等一下 憲哥真的不用這樣救我 真的不用這樣 人家買票的 你能不講嗎 不要 等一下 今天如果內容不精采的話 到門口退票 在舞台上 人家講了這個話 你們 啊 陪 陪笑嘛 是不是這樣 或做效果嘛 那竟然會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就替你們抱不平